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33快讯Bulletin 我是朱晨Paul 大家可能从12月开始就一直在听说第五波疫情 但是可怕的是 至今两个月过去了 它仍然没有结束 坎特伯雷的一所高中就在周六宣布 由于有将近50名教职员工感染新冠病毒 不得不关闭一天 周三看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教学 校长表示 这可能是一个超级传播事件 其实这也反映了新西兰仍然在面临第五波新冠疫情的感染风险 因为最新的监测显示 污水处理厂检测到的病毒水平仍然非常高 而过去一周 每天的新增也高达1000多例 对此 卫生部长表示 新西兰将继续购买500万个RAT 也就是快速检测试剂 免费分发给群众 确保新西兰至少到6月底都会有足够的检测供应 毛利选区的免死金牌要被夺走了 他们的特权要被取消了吗 新西兰政府已经决定了 在下一次地方选举的时候 对已经存在或者是计划设立的毛利选区进行地方公投 允许大家来决定它是否要存在或者是被取消 而毛利区当初的设立是为了保障毛利人 在地方政府当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反映出他们作为新西兰土著的特殊地位 毛利选区的选民和候选人必须都在毛利选民名册上登记 而不是在普通选民名册上 而新西兰地方政府主席Sam就反对这个提议 他说取消公投有助于提高毛利人在地方政府当中的代表性 那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毛利选区都是可以通过公投被决定是否取消的 但是工党政府在2022年废除了这个公投的政策 意思就是毛利选区的去留不能再被公众直接决定了 相当于给他们多了一个免死金牌 而如今这个也要被取消了 大家有关注过自己的KiwiSaver具体在投资什么样的项目吗 有调查就显示KiwiSaver在去年变得更有良心了 有害的或者是不道德的投资减少了大概8亿多新西兰元 降到79亿 这是良心投资这个调查开展5年以来最大的降幅 比如说烟草公司的投资大幅下降了72% 而对于57公司的投资也下降了35% 不过对于化石燃料的投资还是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32.9亿 但是根据分析啊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将来这个开采设施的老化风险 对于化石燃料的这个投资风险其实还是挺高的 如果有在投资化石燃料的这个朋友们可得多注意了 那不过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投资项目的这个道德与否可能还不一定特别重要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投资的回报率高不高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那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要出现军事危机了吗 在2月1日新西兰和澳洲各自的国防和外交部长都出席了一个在澳洲举办的关于国防安全主题的会议 而随后澳洲就宣布要向新西兰派遣代表团向新西兰介绍AUKUS 也就是澳英美联盟 据悉呢AUKUS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了核武器 第二支柱也就是第二部分涵盖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分享 包括了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 而新西兰呢由于它的反核立场不会加入第一部分 新西兰的外交部长Winston Peter就表示啊 新西兰加入AUKUS其实就是要国家利益之上 而中国对于AUKUS呢是表示了严重的关切啊 警告新西兰有可能在损害中心的双边关系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就称 中国对于AUKUS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希望有关国家珍惜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环境谨言慎行 而中国日报更是严正的发表 警告称新西兰正在冒着损害与中国关系的风险 在昨天2月4号进行的迈阿密国际与中国香港明星年队的友谊赛中 现场呢是作物虚席 4万多名的球迷们多次喊梅西的名字来表达对这一位球王的喜爱啊 但是呢直到比赛结束 梅西也没有下场比赛 在结束的时候 虚声和退前的呐喊声可是响彻了球场 一部分的球迷把梅西的人形立排的头都给打掉了 那对此呢球队就表示 梅西是腿部受伤了 在当天早上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后决定不上场 但是有一点矛盾的是呢 既然早上已经决定好不上场 最终的上场名单却是在开幕前的一分钟才公布 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发言人就表示 特区政府和一众球迷同样对主办方单位的安排感到极其失望 而主办方是欠球迷一个解释啊 那同时呢香港的无线电台TVB就称 港府在这场友谊赛中是补贴了1600万港元 有可能会因此在事后追回 感谢收看今天的33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我们下期再见